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每个州每个州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全美就有这么多的州 它是免税的 它是没有州收入税的州 如果你说你住在这些州 你的州收入税你就不用交的 但是如果比方说你住在加州 然后你的收入又是最上下最上下 你的州收入税可能是多少啊 可能是11%可能是13% 那如果乔治亚州呢 可能是5.5.几 南卡大概是5.几 那对于你来说 如果你的收入那个体量很大的话 如果这个免收入税的这个州 真的一下的一下就能叫你省个百分之几的钱啊 对你来说就是肯定是一个好处啊 所以可能啊 你在决定你你在退休的地方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优先考虑一下 至少在这些地方 别的地方呢 看着可能好可能不好 我还不太确定 那在这些地方呢 你去了这些地方 至少有一件事你能占到便宜 就你不用交州收入税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不交收入税的州啊 我给大家去挨个挨个去说一下 第一呢 就是啊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这个华盛顿州没有收入税 那你可以选择的养老的工作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西雅图 西雅图现在就说华人在往那搬 不光是华人在往那搬 整个西雅图这个城市都是在往上走的 我不知道 好像加州的那些企业 罢了都搬到西雅图 然后西雅图那些大的 说那个替代湾区的 替代那个硅谷的替代湾区的 可能就是在西雅图 就西雅图本身是一个 有很大发展前景 目前发展趋势很好的一个城市 但在西雅图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之前有个嘉宾啊 跟我们做了西雅图的访谈 西雅图有两个缺点啊 一个就是雨季特别长 可能从每年的前一年的9月 到第二年的5月天天都在下雨 那这个下雨呢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个事 我们访谈的嘉宾他就说 比方说下雨的时候我就跑掉了 我就不带不带着呢 那个阴冷的时候冬天阴冷的时候 我就不带着呢 我就到别的地方了 但我另外有个朋友从驾照来的 他待在亚特兰那下雨衣服都交涉了 他好开心 就是有的人一下雨就开心 一下雨就高兴 有的人一下雨就犹豫啊 那西雅图呢 雨季特别长 可能啊气候有一点有一点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就是西雅图呢他没有州收入税 但是呢对于增值税 他有7.5%的增值税 然后这个地方呢他州还有遗产税 很多州没有遗产税 所以对于高资产的人就说 如果你的那个增值收入很高 或者你的遗产是超过免税的额的话 你在这块你这个你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 西雅图的气候呢就是长时间的阴雨天气 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心情和健康 对身体也不利的 但是呢西雅图有优质的医疗设施 有丰富的文化活动 这对于退休人呢可能是一个吸引力 然后这块呢住房成本比较高 西雅图是个高房价的地方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啊 那第二个免州税的州 没有收入 州收入税的州是内华达州 那内华达州呢这块呢不光是不收州收入税 而且不征收公司所得税 也没有特许经营税 然后这块没有遗产税和继承税 也没有赠余税 所以这个内华达州 它这个免税不收税 它这个范围更广啊 可能会更好 在内华达州呢有个有名的城市 就是叫做拉斯维加斯 跟西雅图一样也是最近几年发展 不光华人愿意去 其他人也愿意去 整个城市发展很好的一个地方 拉斯维加斯 人到那去结婚 人到那去赌博啊 就是拉斯维加斯 你说那是一个赌城啊 那是一个旅游的城市啊 那不是很乱吗 很乱就在这一块的地方 你开车除去30分钟 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你又能住在那种很安静的地方 你又能享受这个旅游城市 这个热闹啊 餐饮啊 服务行业 你又可以享受你这个 你这个安静啊 就不受这个旅游城市影响 在这个地方呢 雏形非常方便 到哪开车 20分钟30分钟就到了 餐馆的选择特别多 娱乐 休闲娱乐活动特别多 但特点呢 夏天特别热 好像是个沙漠啊 然后整个虽然商业发展特别迅速 但是实体经济还没有跟上 根据苹果啊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拉斯维加斯的人口预计 会从现在的200多万增加到300万 300多万到500多万 就是拉斯维加斯 不管是你是投资或者想去居住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考虑的一个地方 对于养老来说 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大概离加州近啊 它的优势就是 你跟加州相比呢 生活成本比较低 没有州所得税 医疗设施也在逐步改善 但是呢 夏季的高温可能对你不利 你到夏季的时候 你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去避暑 那拉斯维加斯 它有丰富的娱乐和休闲活动啊 如果你是喜欢社交的 你喜欢娱乐的 那这个可能很适合你 那第三呢 不收收入税的州呢 就是田纳西州 在最近几年呢 田纳西州 比方说是 纳斯威尔 还有是这个 Franclyn 在那个纳斯威尔周边的这些地方 有一些是热点 是退休的 是那个人口流入的热点 大家在往那流 就说价钱还可以 房价不是特别贵 层次也挺好 这块没有州收入税 田纳西州优点啊 没有州所得税 这块 对于利息和股息呢 有较低的税收 但是在2021年 现在已经完全取消了 就是没有州所得税 也没有利息和股息的这个税收都没有 这块生活成本低 特别是住房的成本啊 在这块跟前面的几个城市相比 它那个生活成本低 购房的成本低 那在田纳西呢 相对呢 有丰富的文化和娱乐 比方说你开几个小时就到大乌山了 大乌山是全美排名第一的景点 游客特别多 活动特别丰富 然后你再开开可能就到纳斯威尔了 纳斯威尔是乡村 乡村音乐啊 还有什么什么的 也是一个挺繁华的地方 这块有丰富的音乐文化 缺点呢 这块是气候时热 它是夏季 夏季潮时炎热 如果有的人不喜欢这样的气候 可能是不合适 还有呢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有飓风的风险啊 就是稍微有一些有飓风的风险 第四个呢 不收州收入税呢 是得州 我们现在在上面看华人居住的那个视频已经知道了 德州华人特别多 奥斯汀华人多 休斯顿华人多 圣安东尼奥华人多 华人特别多 整个德州的华人都是都是特别多 这块呢 一个就是他离可能加州比较近啊 相对跟加州比 加州人往哪走啊 去凤凰城去拉斯维加斯 就去德州了 德州没有收入税 这个IT行业 非常有吸引力啊 但他的缺点啊 如果你搬到那去住的话 他的地税高 就很多人发现啊 这块虽然房价便宜 但是地税高 如果一般的别的地方的地税 像南卡 如果你自住可能百分之零点零点六 如果不自住可能是百分之一点四 也有点高啊 但是在德州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地税会百分之二点五 会百分之三 就是这块地税比较高 另外呢 休斯顿的天气不好 也有飓风的问题 然后达拉斯呢 有时候会有冰雹 在那在达拉斯呢 可能餐饮选择不多 德州的气候和自然灾害贫乏 对养老不太有利 但是德州的生活成本低 房价相对便宜 医疗设施比较完善 就如果你不介意天气 你不介意地税呢 德州这里啊 你带着来生活 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下一个呢 第五个就是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 是海边城市 温暖 阳光海滩 然后这个地方特别 特别适合东部 东部的住住 居住在美国东部的人 佛罗里达的优势 就是生活便利 这块就是娱乐设施 休闲设施 大自然 这个环境 然后天气就是 温暖 阳光明媚 但是这里有两个缺点啊 夏天就是有点潮湿 第二呢 就是飓风多发 像最近有一次 最近这个飓风啊 在2022年 那一次飓风 直接就造成了 150亿美元的税时 然后直接的后果 就是很多的保险公司 撤离家 撤离佛罗里达州 不给这些地方 卖保险了 然后留下来的那些 保险公司就说 那现在保险要翻倍了 然后要翻三倍了 就是现在飓风高发 然后现在保险 养房的成本在增加 一般认为 佛罗里达是退休人的天堂 一般人选择退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多半就直奔佛罗里达去了 因为退休的人来 然后你就会听说 在佛罗里达 奥兰多周边 有个庞大的 已经有三万人居民的 一个庞大的 一个养老的社区 在那儿 像一个大城市一样 因为已经有三万多居民 在那儿 会有那样 那如果你就说 你去佛罗里达 你去到那个三万多人的 这个养老城里头 你待在那里头 你自己各项的需求 你在那里一定会住得幸福的 因为已经有三万的人 几万人都选择那个地方了 你去了也不会差的 就这里就说 有温暖的气候 有低生活成本 相对来说 现在也已经有点贵了 然后有丰富的 这个退休社区 佛罗里达呢 医疗设施比较完善 特别是在老年 老年护理方面 虽然飓风和潮食 这是个缺点 但是如果你能够 能够合理避暑 在温暖潮食 特别热的时候 如果你避暑到别的地方 如果你应对飓风 就是我不满海边的城市 我应对飓风 你有自己的有应对的话 佛罗里达是一个 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 那在下一个呢 我就把所有的 不收收入税的州 都说一下 下一个呢 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呢 阿拉斯加这个地方 没有州收入税和销售税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居民呢 这个居民自动的会收到 州中府的永久基金红利 因为这块会有 那个天然气的一些收入 然后这块有自然美景 但我不知道谁会去 就是阿拉斯加 有壮丽的自然景观 适合热爱户外运动的人 这块没有州收入税 但是问题就是 太寒冷了 这块是寒冷 对不习惯寒冷的人 可能是个挑战 这块生活成本高 因为非常远 啥都没有 然后医疗资源有限 下一个呢 没有州收入税的 是南达克塔州 这南达克塔州呢 没有州收入税 生活成本低 有优质的医疗设施 但是呢 天气很冷 人口稀少 下一个是怀奥明州 怀奥明州呢 没有州所得税 人口密度低 有自然的美景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呢 气候多变 生活设施有限 医疗资源有限 最后一个没有收入税的州 是新哈布尔州 新哈布尔州呢 没有州收入税 没有销售税 这里有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设施 这里世纪分明啊 适合喜欢这种世纪分明的人 缺点呢 房地产税高 冬季寒冷 可能就对不适应寒冷天气的人 可能是不利啊 好 那这是这一期视频 这期视频呢 我就把所有美国没有收入税的这些州 给大家罗列一下着 就说我为什么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啊 你至少给我一个理由啊 那如果是这些地方你想搬去 至少有一个理由 你收入特别高 你报税收入特别高 然后这些地方没有州收入税 会叫你省一笔啊 好 举止说房间 我们分享就到这 那谢谢您的观看 好 感谢观看